嘿 我是小英哥 最近公司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买的这个iPhone XS iPhone XS Max 他们都将它卖掉去买了这个iPhone XR 你看我们公司以下都出现了这三台iPhone XR的机器 然后我仔细去问了他们几天 他们为什么会卖掉一个旗舰机 反而去转手一个这个苹果的一个入门级的机器了 然后我就问了这个我们的同事 他就说这台手机iPhone XS Max 他刚买的时候是接近行货价格是1万元人民币 价格也是相当贵 但是现在他二手的价格已经跌到了近8000元 但是这个iPhone XS Max 他现在的性价比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这台手机现在在二手的市场里只要4000元人民币 就算是新机也是5000块钱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问题 这个手机它的充电速度相对较慢 但是相比国行的这个iPhone XS的话 他拥有一个就是双卡商代的功能 要知道现在国人对于双卡商代的需求是要更高一点的 我们就算是现在去对比这两台手机 就是在点亮情况下的边框也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差距 实际在我们这个体验中这个iPhone XR的边框确实要多那么一丢丢 但是你想一下价格上这台iPhone XR他接近要比他便宜3000多块钱 而且卖掉这个iPhone XS的用户 它是只有这个单卡加ESM卡的一个配置 对于国内人的这个需求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要有这个双卡的功能其实要大于这个边框 就算他只有一个720P的分辨率 实际我们肉眼中去看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这个刘海的话两个手机的尺寸也是差不多 所以说这点也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奇葩就是iPhone XR的电池的容量是2900左右 比这个iPhone XS要更高一点点 这一点就是让人买很多这个买iPhone XS的用户很不能接受了 然后iPhone XR它的CPU和iPhone XS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苹果的A12处理器 那么在这个实际使用中它们的差异也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iPhone XR在拍照上的表现其实也并没有比这个iPhone XS差多少 这样一个单色的这样一个超大的这个后置摄像头 它实际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了 那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卖掉iPhone XS或iPhone XS Max转而换iPhone XR吗 因为它的价格确实很便宜 多出来的钱你去代价去女朋友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在实际使用苹果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上 都有iOS你的体验并不会差多少 我也希望得到你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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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